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 《非討厭俠氣》 凯程,你分不分到逆近在香港 很多人都仇眉苦臉? 這倒是,敏兒 現在越來越多人生病 還看見很多大人, 苦口苦臉 連我們上學都怕被傳染飛機型肺炎 那裡不能去, 這裡不能去 這真是很煩 但其實世事無絕對 有時只要你換另一個角度看 可能由不開心的東西變成開心 不同角度, 那哪個角度才開心 爸爸, 祝你失業快樂 我家裡有爸爸, 媽媽和小狗 我爸爸是經理, 媽媽就是保險推銷員 每一早就上班, 要到好夜好夜才回來 雖然我有很多很多玩具 但我一點都不快樂 但不知為何, 最近爸爸竟然天天都在家 不上班 有一天, 他還跟我說了很多奇怪的說話 他們就說什麼? 財源、減薪、 負資產、 欠債 我一點都不明白 我就跟他們說 我每天都見到你們, 都不知多開心 我還祝爸爸, 失業快樂 不知為何, 他們竟然抱著我 這一刻真的很溫暖 後來, 爸爸媽媽又再上班 但是就很早回來陪我, 就是很開心 失業先生, 我真的要好好多謝你 你為我們家裡重拾溫暖 文童基老師, 今天29歲 是在一間市場任教的 除了教學之外, 全是最喜歡寫故事和玩玩具 文童, 你好 你好 剛才你的故事很特別 我想問一下你的靈感是在哪裡 和你的創作目的是怎樣 我的靈感其實是我有個學生 他平時是自己放學的 但他很開心地跟我說 以後都是媽媽接放學了 我問問他, 他就說媽媽失業了 他很開心 於是讓我覺得原來失業 有些小朋友也很開心 因為可能是從此 可以跟家人多些機會接觸 所以我就畫這個故事出來 希望鼓勵一下大家 凡事都有兩面看 失業也不是不開心的 但是這樣 凱晨, 你別以為文童是小學老師 就很兇, 就會很悶 其實他很有趣 他經常跟學生玩成一片 那這裡是否全部是收藏品 是的, 這裡是部分的收藏品 我看見這張海報, 很漂亮 你在哪裡買的, 我想買 我也買的, 自己做的 自己畫的 小畫, 那是怎樣畫的 用手畫, 再用電腦上色 這個就是我 創作了一個標誌 這個是妹妹, 這是小小的 那這隻馬呢 這隻馬是我自己喜歡的玩具 不是這樣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靈感 其實從小都是跟妹妹 我們經常一起創作一些公仔 所以就畫一畫一畫 變成這個就代表了我 也會畫給學生看 有時摸完書, 寫完抄書 我在這裡畫過公仔 寫越好, 他們就會很開心 因為他們都已經認得 這個就是文Sir 一看到你的表情就知道你了 你和你相處很開心 是的, 其實除了這些開心之外 另外, 有些人會很開心 有沒有看遊戲王 我手就有看, 但我就沒有了 如果你弟弟在這裡的話 他就會很開心 因為你看, 我存了很多這些卡 很多的樣子王那些卡 是的, 這套我已經存到第三套了 其實這些卡除了拿來玩之外 也可以教一下小朋友 怎樣做一些策略性的思考 這樣 好, 那就訓練了 跟著, 再見 其實這遊戲很有策略性 還有呢 最近呢, 例如這個飛典營的事件 我就畫了一些故事 鼓勵一下大家不要不開心 可以或者開心一點 跟家人一起相處 哦, 那文Sir 平時會不會看一些書嗎 會的, 會看書的 其實小時候已經有看書的了 你們小時候看不看書的呢 是, 看的 有聽過《山海經》嗎 沒有 《山海經》是一本 中國古代的一些神話書 記錄了很多一些… 很有趣, 這些動物來的 對, 沒有眼睛的那隻羊 記錄了很多一些古代的怪物 很怪的 或者一些古代的傳說 於是, 看完這些書之後 令到我可以幻想多些東西 然後呢, 創作力也會強一點 即是對你教學也會有幫助 對, 這些其實就是小時候的草落 其實看完這些書之後 也會畫了一些圖畫 例如剛才你看到《山海經》的圖畫 於是, 自己就著我的角度來看 例如畫了一些圖畫 例如這一張 有像白兔, 但又像蟲鼠 全部都是裡面的怪物 對, 全部都是來自《山海經》的怪物 你說對了 你看到兔子的耳朵 還有蟲鼠的尾巴 其實這隻叫耳鼠 就是來自《山海經》其中一個傳說怪獸的東西 文Sir, 你今天有創意嗎? 出書也可以嗎? 對, 也有出道的 例如我《山海經》那本書也有出過一本 也有出過一些圖畫 現代版的 對, 介紹一下《山海經》 哦, 文Sir 我們自己的畫畫這麼有趣 可以幫我們畫畫嗎? 也可以的 那你現在幫我們畫? 好啊, 畫得醜不好了 當然, 當然